我還去年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我到哪兒活著 跟楊佩男的離婚了 找了一個新娘的小善 這個小善 有孩子 給人送 那誰要送 人家還有結婚 聽了老母親的話 咱或許多多少少能理解點 自己很早就離了婚 生活不太如意 影響了情緒 可即便如此那也有問題 您都這狀態了 還具備做育兒嫂的基本素質嗎 換個角度說 這樣的人中介就能隨隨便便 介紹給雇主嗎 你有病啊 當時就覺得有出現什麼事 出現什麼後果 然後中介不可以 我們找不著人了 然後還可以找中介 有個保障 主要是想有個保障 對不對 如果說硬有保障沒有我們 就不必去花錢 讓中介去請保護 可說呢 當初特意找中介 就是相信你 知道好 還是白費勁了 咱必須承認呢 這些年家政服務行業發展 的確很快 從業人員的工資呢 也水漲船高 尤其是育兒嫂 高得每月四五千 我還見過六千的呢 低的也有兩三千 為了可觀的中介費 很多中介對家政服務人員的資格 根本就不進行嚴格審查 結果為日後埋下了隱患 我們學校也有那種 因為它有的服務員 是這樣的 我沒有時間前面 只要來學校畢業了 發一個那樣立法的證書 就發那樣培訓 也非提供那樣立法證書 也有 這麼跟你說 家政服務行業的資格認證 也是種類繁多無花板門 有的乾脆就是中介機構自個發達 而對於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的培訓 幾乎為零 特別是在家庭服務 給這種人對人的服務當中 這個職業道德 職業操守 聖民 這個技術 沈陽家政服務協會經過調查 也出臺了十項舉措 包括建立行業黑名單 把不合格不自律的中介 和從業人員進行公視 可作為社會組織 協會也存在諸多的無奈 我們只能深建議和推薦 作為協會本身 還沒有這個權利 要求這些家庭服務企業 這些從業人員 強制性地來做 有關部門吧 應該高度地重視 那這個中介歸誰管 把這個中介市場 要把它管起來 我們能等 我們的孩子等不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孩子 還繼續在養育上 事情似乎結束了 這保姆小梁究竟為啥要這麼做 始終也沒有個明確的答案 不過我倒是覺得 這都是這樣的 最關鍵的是 還有更多的孩子 更多的家庭 咱現在想的應該是 怎麼保證他們 別再有類似的遭遇了 你想想 總不能 花這麼多錢 雇人帶孩子 還得叫人提心吊膽的 跟防賊似的 當然了 我也相信 這樣的保姆 的確是少數 也算難得一見